如果有生過的那種媽媽應該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超級恐怖欸 大概是這兩個禮拜開始吧 那個肚皮啊在晚上的時候 就是有開動的時候 是誇張到那個 左右兩側的肚皮是被撐開的那個感覺 好像那個小朋友在裡面 不知道是伸男腰還是大隻睡 反正非常的離譜 好 產檢終於結束了 其實今天小朋友的狀況還是非常的好 因為那個胎洞真的非常的平凡 而且非常的大 所以特別還有跟醫生講了一下 醫生的部分是說到 這個胎洞如果是比較多的 這也是很正常的 那因為也剩下大概一個月左右 就要出生了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胎洞 一切都算正常啦 今天的產檢也告一段落這樣 好那今天是8月24號 明天8月25號有一款大作要出來了 但是他其實好像前一兩天在這個電玩店的話 就已經有出現他的遊戲片了 那我也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去把這片遊戲給買回來了 那這片是什麼呢 這片就是非常叮叮大名的 魔物獵人 那這個魔物獵人 其實給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在我當兵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有玩 PSP這一款 掌上型的遊樂機 那這款遊樂機啊 在當兵的朋友也有在玩 然後我就看他非常的迷 幾乎都在玩一款遊戲 那時候我就很好奇 他到底是在玩些什麼遊戲 那時候我就過去看 結果他那個時候就是在玩魔物獵人 他就跟我講說 欸這個遊戲啊 就是透過可以自己去打這些怪獸怪物啊 然後可以把他們的就是身上的東西拆下來做裝備這樣 非常的有趣 然後自由度也很高 然後又蠻值得挑戰的 所以這次這個Switch的版本出來之後啊 我就馬上把它買回來 想說來玩玩看 好像上次3DS也有出一樣的東西這樣 他這個是據說這一款的魔物獵人 在Nintendo Switch版的 是第一次出現1080p的話 那這個樣子畫面的表現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精進 然後再來是 一直到Switch上面來的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裡面有加上什麼新的東西 到時候再來遊戲裡面 慢慢的探索 一探究竟 打開來囉 其實這也是一款一個人的單機遊戲 欸不對 應該可以網路連線對戰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外面爆面的這個部分 他這邊就有講到 他是這個 Monster Hunter X 魔物獵人 然後再來他是下面這裡有寫到 是Nintendo Switch的版本 那後面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我比較疑惑的是 他在寫電視的模式 跟就是平板模式 還有這個掌機模式 他都是一個人 但是一個後面還有一個成一跟成二 這個部分是我比較不解 反正到時候進遊戲之後再來看看 那我現在已經把它拆開來 再來看一下裡面 喔! 這也是一款有附說明書 簡單說明書的這個遊戲 寄上一款這個 這是我第一次在 Switch的遊戲片裡面 看到有說明書 可能是因為 比較大一點 或者是RPG的遊戲 比較容易有吧 那這個上面的話 是有交到說 有一些 都是日文的怎麼辦 看不懂 然後他據說是可以把3DS的 這個遊戲存檔跟紀錄 直接可以把它移轉到 Switch上面過來 所以這個應該是 上面有在交這個相關的事情 就是如何把那裡的紀錄給移植過來這樣 那一樣裡面打開之後啊 除了說明書以外 還有裡面就是它小小片的卡架 喔!這個 Switch的卡架都非常可愛 好像加後的記憶卡一樣 跟我們那個記憶卡真的非常像 但是它的厚度變得很厚 今天晚上我就要來玩這一款 魔物獵人 來去體驗看看 好不好玩 再等我的講解出來吧 OK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點擊喜歡 並且分享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下次見 掰